在英国住得久,如果想去西班牙旅行 最希望的就是阳光海滩和美食 一早起床,享受美好的早餐 喝一杯Espresso 接着跟着家人出发 今天我们的行程就是要去爬山 就是这座山 山顶是一个Castle 我们今天就去参观这个Castle 10月份的Aricante 天气非常好 天气也有26-27度 晚上有20度 刚刚出发的时候 天气只有8-9度 来到这里26-27度 真的觉得很热 这座山也不难走 有很多食级 沿途有很漂亮的风景 还有这些食屋是否很漂亮 如果你不想走 旅行的话 它有巴士 还有电梯可以搭 如果你在Aricante 乘坐巴士 乘坐火车 价格很便宜 好像我们从机场到市中心 乘坐巴士才是三点多欧元 我们走走 看看 然后拍照 很快就去到三顶 这个Castle 我叫Barbara Castle 不需要日常费 自由进入就可以了 我现在发觉去旅行很方便 特别在欧洲 多数都是自由行 你事先做好些功课 多数去欧洲的地方 多数是参观一些Castle 布墨馆 教堂 海滩 还有就是美食 除非你去一些大的城市 去Shopping 有另外才说 西班牙除了巴塞罗那 还有马德里之外 很多人都喜欢去玩 你可以在北间酒店 有些是包括所有的 包饰包住 24小时都可以去吃饭饭 我们试过 8月底 9月初 差不多一个星期 一个因才是百多英镑 十年前 整个星期就是阳光海滩 每天都吃这些东西 都觉得很满 我们会带一些下味道杯面 带多几本书 去看 现在这些小朋友 全都大过了 我们也不会再用这个行程 我们多数就卖一间酒店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这个channel 你走到尽头 就是可以搭车 我们也不忍耐留给有需要的人士 走到山顶 你会看到 全阿里卡迪的景色 是不是很漂亮 看看对面 是不是在录虫呢 幸好今天不是很小 所以我们录了衣服之后 第一时间就是雪雪糕了 这里的雪糕是很棒的 每一间雪糕店都要排队等 每一间雪糕店都要排队等 以前觉得西班牙的东西很便宜 很值得 不知道是不是这期英镑跌 觉得东西跟英国的价钱 都不是差很远 幸好它的质素 質素真的很好 所以我们也吃得很开心 今次去就发现了在 heistree 开了很多家寿司店 我们暂时也不敢吃sashimi 所以也没有去试 接着就是参观教堂 下午6点就开门 之前说了 阿里卡迪不是很大的 所以很多旅游景点 就是一个市中心 是一个circle 你走路都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例如 迪卡斯尔 教堂 或者你去街市 这个教堂也很漂亮 很多的细节 可以看 所以我们参观完之后 原来天气还很光 6-7点钟左右 走出去海滩 都是几分钟的路程 你知道西班牙人 晚饭是很好吃的 好像现在5-6点 他们多数是咸茶 所以我们就悠悠地去海滩 走一下 喝杯咖啡 聊一下今晚想吃什么 看着海滩 很享受的 等晚上再出去吃 下一集我想带大家去看看 苗斯仁和另外一个海滩 然后去街市 买海鲜 去酒店自己煮 下集见 拜拜